就是这个APP 北市好停车 哪里有车位一目了然 绿色路段就代表哪里还有空车位 红色就代表已经停满 上头还会显示该路段的停车费 目前北市府砸920万 在36条路段的车位设置感应器 年底前将有4000个车位可供查询 让大家能快速找到车位 省时省油 不过我们实测发现 明明这个系统还有显示6个停车格 但来到现场却没有停车位了 它更新的速度恐怕还是不够快 至于没车的朋友想开车 台北市共享汽车终于上路 一样透过专属APP 就能查到哪里有共享汽车可租 经过注册认证后 手机就能打开车门 租车费一小时168到198元不等 一公里收取三块钱油资 比去车行租车便宜 目前全台北市有100台 让你随租随停 反应不错 我们从10月8号开始推出 在10月10号的时候 现在每天平均都有超过100车次的使用率 为避免产生争议 租借人在租车还车时 都要在车辆四角拍照 有损毁或产生罚单还是得赔偿 但比一般租车流程快速方便 深受35岁以下族群青睐 共享经济也让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